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的确是极大的丰富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宽容浪费 勤俭节约的美德要体现在方方面面 不仅吃饭如此 婚恋也一样 如今的年轻人办婚礼 大多数人都要追求高端大气和上档子这种风格 而就在昨天朝阳的一对80后新人 却一改奢华之风 把自己的婚礼操办得简朴而有意义 正在步入婚姻殿堂的两位新人 新郎官叫贾国月 新娘子叫季杰 早在筹办婚礼的时候 他们就共同做出了一个节俭操办婚事的决定 在婚庆公司的配合下 他们缩减了婚礼程序 一共节省下一万两千块钱 他们用这些钱购买了20台轮椅 捐献给了残疾人 我们自己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社会给予我们的 我们想用我们新生活的开始 然后给社会一点回馈 参加婚礼的来宾们都表示 现在全社会都在大类提倡节俭 反对铺张浪费 而福威济困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一对新人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 献出这番爱心 展现出了一种可贵的品质 值得敬佩 拥有可贵品格的人都会让人敬佩